哇,这里面有没有很棒,像个大帐篷一样 趁着圣诞节假期,我们租了一个充气式的房车去露营 和去年给大家看的一体式房车不同 这个移动的家,设施更齐全,也更舒适啦 一层是防雨的,一层是挡光的 它还有好多储物估计 而且呢,这个房车特别的高 我感觉带有2米5吧 所以呢,睡在这边觉得空间特别宽敞 和以前咱们的帐篷比起来,这个地方大多 好,就这样保持大量 这道车挺好的,这回差不多了 好,这一共有5个充气和出气口 我们把它这样,转到那边充气的话 这个就不会漏气了 转到这样子 啊,明白了 那它是自己有个棒自己来充气吗? 不需要我们自己吹啊 转到那边充气了 是啊 哇,小春那个真厉害 给我们弄了一个小阳台 哇,我们的房车要搭好了 这是什么,BBQ的吗? 灶台 哦,我也觉得想做饭 哇,这个是房车自在的小水风头和灶台 感觉还是不错的 火力应该很旺,是煤气炉吗? 没气炉 哇,还放了好多餐具 不错,不错,可以BBQ了 这还有个小冷柜 可以把我们带的羊串 跟着联合放的 妈咪按着浴室 妈咪按着浴室 现在跟我们去逛逛澳洲的营地吧 这里位于悉尼以北的福斯特小镇 因为海景非常美 特别受本地人的欢迎 一般需要提前三个粤鱼 在澳洲呢 露营是一种生活方式 因为价格便宜 要能接触大自然 也是澳洲人最喜欢的亲子运动 这几个安营扎寨的 带着船的 有各种各样的帐篷 然后还看到有韩国的朋友们 在吃烤肉 接下来呢 和丛丛一起去看看洗手间吧 不得不说 这边的管理者考虑的非常人性化 还提供了family room 也就是家庭洗手间 这样子 这么大的空间给虫章洗澡 就和家里一样方便咯 OK 嗯 按吧 按它 点 垃圾呢 需要自己整理好 黄色的垃圾桶是可回收的 后面红色的垃圾桶呢 就是除异于垃圾了 这里呢 还有很大的BBQ烧烤台子 大家都会自觉地把它清理好 这样方便下一个人使用 我觉得露营最好玩的 就是可以看看其他家是怎么生活的 都吃什么呀 玩什么呀 你还可以随时跟大家打招呼 交个朋友 好 新的饭 火锅和蔬菜沙拉 日式拉面 天呐 嘿嘿 吃叶也来吃 吃饭了 大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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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呀 哎呦 我家的第四个人 哇 今天我们是来游泳啦 小头 你今天想你想下去吗 我们家的土小兽 no yes yes 看妈妈 哇 这片海域 还有好多海豚 小虫 小虫 你在干嘛呢 小虫 你在干嘛呢 快走啊 咦 哈哈哈 这是浪 这是浪 快不快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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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浪 妈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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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往上走一点 来往上走 往上走一点 往上走一点 熊 好了 小虫 小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